Hello大家好,我是Patient支付的Candis 上期我们已经跟大家聊过了印度尼西亚五大电子钱包中 被誉为印尼支付宝的Dana 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聊聊印尼的电子钱包Ovo Ovo成立2016年 最开始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利宝集团旗下的一款移动支付工具 主要专为利宝集团旗下的购物中心 提供线下收款、积分兑换等相关服务 2017年Ovo获得了在印度尼西亚 作为金融科技公司的金融许可 并且获得了印度尼西亚银行的电子货币讯可证 之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了电子钱包 Ovo已经成为了印尼第二大数字钱包 仅次于Godec旗下的电子钱包勾配 目前已经有超过1.5亿人使用Ovo 其客户覆盖了全国6万家网店、300多个城市 以及全国90%的购物中心 2019年10月 Ovo正式成为了印度尼西亚第五大独角兽公司 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行ETMG或线下付网点完成充值 同时还可以使用手机一行或网上一行 转账充值到Ovo电钱包当中 Ovo的消费场景也十分的广泛 目前已经集成到了Groft党中软件 到GoBDI电商购物平台 TikTok直播电商等多种线上消费场景 同时还可以为大型商超 电院、停车场、医院以及餐饮店等商家提供线下扫码支付 好了关于Ovo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呢 欢迎下方给我们留言 通过Payshin不仅可以接通Ovo 还可以接通全球100多个国家的300多种本籍支付方式 下期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印尼的电子钱包共配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